中文字幕 李宗盛 首先要去刀那只蟹 你必须要从肚子里落刀 这样就一刀过令到它死亡 因为如果你不是一刀过的时候 那些爪会掉出来的 所以你的位置要很准 用高蟹就要有少少的技巧 我们煮的时候 就需要将蟹身里面的膏全部拿出来 分开来煮 将膏预先用热水 少少的热水 轻轻煮到它半熟 然后隔些水去 到差不多煮好的时候 才再落下去煮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不拿了膏出来煮的时候 连一些蟹肉一起煮 蟹膏会很硬和过熟 你刷的时候 就必须要开着水一边刷一边冲 通常都是洗一些蟹膏 脚与脚之间的 可能会藏一些污垢 一些泥 擦一擦去就很干净了 其实千万不要放进冰箱冰 因为在冰箱冰的同时 它会脱掉爪和脚 第一不美观 第二你煮的时候也不太好 有它在室温里 用盆子放进去就可以了 油盆子放进去 油盆子放进去 就是炬炬战 冻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